想問一下那個論文的結果 可以講的 原本還在受訪中 一聽到論文兩個字 鄭文燦頭也不回 快閃離開 不僅如此 原定十一點半跟下午一點半 要出席的兩場活動 也臨時由副市長代打 因為台灣市長鄭文燦 遭控論文抄襲 台大完成調查程序 調查結果 傳出週四已經雙掛號 寄給鄭文燦 一整個下午 鄭文燦官邸 桃園市議員進進出出 似乎就是在商討大事 原本下午四點三十八分 桃園市府還說 目前沒收到調查公文 但五點零九分 卻又發出最新五點聲明稿 鄭文燦證實 台大國發所撤銷碩士論文 基於對母校台大熱愛 雖然有遺憾 也願意坦然面對 現在以嚴謹的學術規範的 審定結果 鄭文燦表示 二零一一年就讀 台大國發所碩士在職專班 選定論文主題為 中國大陸的基層民主演變 當時時空條件 無法進行實證研究 故以文獻分析法進行 先後參考 包括書籍期刊 網路文獻超過百餘種 論文寫作 引述廣泛 並未抄襲單一論文 也沒有抄襲動機 而當時先完成本論文草稿 再進行論文 引述來源的註腳 因為參考資料較多 核對時間不足 部分書籍論文未在手上 因此學論會採用最新相似性 比對軟體結果 發現本人論文沒有註明 來源出處 儘管鄭文燦強調 沒有抄襲意圖 也無損論文原創性結果 但論文抄襲被檢舉超過百分之三十 遭到台大取消碩士資格 鄭文燦下一步政治路勢必受到衝擊 三立新聞 張鈺杰 簡紅旗 烙米軍 台北桃園報導